河北省自1973年开始代表中国向非洲钢果筋派遣医疗队 47年来,作为原非医疗队中一直独特的力量 三代河北中医人用中医传统的扔边钥匙抗击着疟疾 地方病乃至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 为当地民众疗伤趋疾,巩固中非传统友谊 7月22日,记者见到了河北省中医院退休大夫康索斌 他是河北第一代原非医疗人员 康索斌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 当时扎伊尔环境和医疗条件很差 疾病类型繁多,还有一些罕见的地方病 这些都考验着原来医疗队员们的应对能力 抗虐的药治疗效果强 有好多病在诊断上,咱们一开始意味是按国内的这个诊断方法 可能是这个病,可能这个,但治疗没效果 但是您用越级一支,效果就好了 康索斌说,一开始仅开展针灸推拿等外治手段 当中医在治疗风湿、胃肠疾病、缓解疟疾病发症 及地方病上逐渐展露出独特效果后 他们才陆续将祸相正气、六味地黄丸等中医药引入当地 康索斌还说要承担起扎伊尔时任总统的保健工作 到后来,住扎伊尔的各国试惯人员也会慕名来医疗队看中医 失眠的多,减肥的多,然后是这个,这个,身经衰弱的多 或者胃肠功能紊乱的 这一些呢,因为他已经吃药吃了好多药 效果不明显,他才去找你去 所以一般的,这种病人的疗效都很高 凭借高超的针灸技术 1989年、2008年,两副非洲的刘焕荣 让非洲民众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医的美丽 他曾用针灸缓解艾滋病人的痛苦 让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并让芒果营区病患者挺直了脊梁 希姊给他用什么?给他用抗菌树 还用什么?给他挖一碗抹药 他认为就是一个种的 就是一个什么呀,有炎症的 我们不认为,我们得把头脑给他弄出来 得把根给他挖出来 效果特别好,也不用药,什么药也不用 大不了给他在局部的时候放点血 给他把那个有点肿 把一个酒精面球盖到那儿 这天他就好了,他就能睡觉了 不仅如此,刘焕荣还为当地培养了多名 中医针灸医护人员 并为几百位当地医学院卫校学生 介绍中医理论,展示针灸的神奇功效 有的卫校的学生,有的医院的医护人员 都要你听,为啥?他能解决问题 用特别简单的,就是说给他弄了一个实施方案吧 培训方案,又简单,有那种治病 他有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兴趣 我们办了一个这么一个学习班 我们办了好野期 现在他有很多,就自己能解决问题的 就拿起针来就可以 但是你不用针的时候 我告诉他了,你有小招法 你可以用,自己学位可以拍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 5月,40岁的河北中医院医生边东临危寿命 加入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远赴非洲 他肩负的使命 是把中医药在抗疫中的经验带到当地 我们到了刚果基金之后 到他们的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等地 进行一个调研工作 发现他们的问题,给他们及时指出 并且针对他们的一个治疗方案 对这些方案的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些建议,都给他们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就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一个诊疗水平 更好的应对这次疫情 为此,边东及时调整培训内容 重点展示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确切疗效 用试试说话 并结合当地轻症患者较多的实际开展培训 得到了当地医疗人员对中医药抗疫的认可和采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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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